洋蔥刺繡綿褲加貼布衣服套組 10月4號的10月24日 預購開啟 錯過不再版 舒適到爆 趕緊下標 敘述欄有網址 美國行 來到了尾聲 我們去了無法地帶 去採點各式美景 體驗實彈射擊 享受美國式大份量美食 體驗被當觀光客坑且 什麼都做過 但心中就是有個遺憾 那到底是什麼呢 對了 就是厭遇 怎麼都沒有厭遇啊 這就交給我啦 戀愛系YouTuber健保 在這趟旅行做了一件超屌的事 他在IG上滑到一位女神 是一位在美國讀書的台灣女孩 嗨你好 我們是台灣的YouTuber 來這邊玩 你們要不要來跟我們玩個幾天呢 他直接敲她 然後女生就真的 開幾小時的車來了 車翻 而且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們是誰 他們不看YouTube的 因此健保完全是 憑實力約了對方 他就是洋蔥 喔洋蔥你好 你有很紅嗎 啊我現在訂閱你 你別難過 記得加小鈴鐺 他們講話超值的 但其實他們很內向 健保說 欸他們大老遠來 要顧好他們 讓他們玩得開心點啊 但不能灌他們酒 怕他們以為我們意圖不軌 我們其實比他們更怕 我可不想被MeToo啊 沒錯 我們是真的很怕事 我們要當紳士宅宅啊 喝啦 今晚要喝通宵 難得把他講回來啦 啊說好的不灌酒咧 欸我沒有灌喔 是他們自己意圖的 Cheers 結果這兩個女生直接最怕 才晚上11點 他們就去空房間睡覺了 以後剩下我們了 自己喝吧 我只能說我們長得太安全了 我們整個晚上的表現 超聲勢超乖 毫無企圖心 因此他們完全沒有防備我們 門都沒鎖 完全零防禦 最後健保達成 美國隨性約到笑花女大聲 一起回家過夜的成就 聽起來超級壞的超級有一首 但其實零聲提結束了 聲勢又安全的演義 一邊是依依不捨 下次見面不知道要幾年後了 卡卡真的好可愛 就叫妳不要再暈了 今天到底好不好玩 好玩 那請問有看過我嗎 你很紅嗎 你大概幾萬訂閱 超不紅的 我等一下訂閱 我等一下訂閱 加1 我等一下訂閱 加2 還沒訂閱 在美國倒數最後幾天 我們來到 拉斯維加斯 大家都很期待 而我 曾有在澳門賭博的經驗 我學到 絕不能硬拗 要抱持體驗的心態即可 那麼 大眾議題吧 各位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 我覺得跟澳門沒差很多 骰子玩法不一樣 其他輪盤 機器骰都很像 我們坐到真人輪盤去 因為語言不通 所以剛開始玩 卡卡的 下的柱也很小 但荷瓜很有耐心的指證我們 語氣沒有不耐煩 這讓我體驗很愉快 比澳門的一些阿伯有耐心 這邊輪盤下注金額最低25美金 比澳門便宜 我這次 就什麼策略都別想 只玩4次 贏就贏 輸就輸 此時我的夥伴們站在旁邊看 也想玩 我把籌碼給他們 贏了把本金還我 輸了就算了 但是你們要贏啊 You are good guy 何官對我比讚 為了這個讚 我才特別把這段畫出來 來吧 我壓紅 其他兩人下某個數字 哪有這麼倒霉 一次拳輸光了 我已經成長了 我不會再硬凹下去 回飯店睡覺吧 我花了200美金在賭場 就當參觀費 輸了賭局 卻戰勝了自己 你成長了 洋蔥 我就花完 我輸了200 台幣 美金 幹 對 多啊 洋蔥你在發什麼呆啊 你可以配我去賭場嗎 我再花200美金 輸了也就總共輸400 就算 靠 又來了 最後我和友人 在街坡車來之前 充取準備下注 我們現在要進賭場 對我要把我昨天輸的錢 贏回來 昨天輸200 所以我再玩200 應該就不玩 就這麼簡單 沒有上癮了 我只是要把該贏的錢 屬於我的錢贏回來 我沒有要賺錢啊 抱歉 我還是不甘願就這樣 離開拉斯維加斯 孤注一指 最後一把 喂 喂 車來了 你們趕快回來啦 可是洋蔥最要下注耶 別玩了啦 沒完沒了 車在外面等啦 好吧 走吧 走吧 你該謝謝劍寶 這把是 通殺 這一趟 我們所有人都輸錢 旅辦玩了整晚 好像很糟 但都輸了一到兩千美金 所以我中途收手 還是很棒的啦 其實昨天我們在玩時 有個玩家 每局都狂撒一堆籌碼 每把都贏一大把 然後每把都面無表情的 送給何官十元小費 Thanks bro 好帥 贏好多錢啊 不對 洋蔥你仔細看 他每把撒超多 但只是中一兩 所以他其實沒有贏太多 只是來回很大而已 後來有一把 他又撒網 一顆都沒中 那幾十顆籌碼就沒了 對結論來說 他比我還慘 他還送了超多小費 看來我這樣是對的 我是對的 我的兩百元美金 極限在極限的一天 來美國 當然就要去迪士尼玩吧啦 喂 什麼表情 不瞞大家說 我的體力續航力很差 從22歲第一次到日本迪士尼 我對他的印象只有一個 我每次都在園區走到快死掉 被旅辦拖著走 玩迪士尼的重點 從來不是設施多好玩 而是旅辦多有趣 因為排隊時間是遊玩時間的十倍 如何消磨這些時間 才是影響整天心情的關鍵 我們玩著各種團康遊戲 好快樂 但其實 這次不用這麼累的 因為這次有道儀秀民 看著他們兩個 心情就輕飄飄的 根本不用費心玩遊戲 結果道儀秀民兩點就累了 先回家了 道儀秀民之力消失了 我又開始腰痛了 突然沒了精神 你們真的很靠北 等我們塑膠 即使已經快速通關 還是等很久 早上八點到迪士尼 玩到晚上八點時 我已經是靠意志力在移動 我們也要回家了嗎 我們還要玩兩項設施喔 玩兩項設施 至少還有兩小時喔 後來玩蜘蛛人石 系統當機 我們直接被卡在機台裡 超有趣的體驗 我終於達到機會 直接在裡面睡死 最後終於要回家 我們等著接火車 第一班沒達到 第二班也沒達到 又硬生生站了一小時 我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極限 要撐住 大家一起開心出來玩 我不能顯露疲態 最後 終於成功抵達家裡 終於可以報稅啦 開拋囉 明天道儀跟秀民 要回韓國了 最後一碗 喝吧 我們將最後的體力用盡 帶著通宵的覺悟 度過在美國倒數的幾碗 很痛苦耶 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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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說你有沒有感傷 好多死 你讓我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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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 你讓我 你頂到我 你頂到我 好喝喔 我們喝酒 喝到早上六點 醒來時 我死在地板上 真是愉快的一個晚上啊 早安 幾天後 這趟旅行終於結束 老實說 很滿足 因為有美國人Clayton 還有我當地的朋友 作為地陪 才能體驗得這麼順暢 我很謝謝 這趟陪著我們的所有人 我們步出機場 散場的時刻到了 其中一個旅伴 見到兩週不見的老公 老公 親嘴一下 在我們預警的狀況下 看到這畫面 我毫無防備 心臟揪了一下 此時我還在調適心情 沒想到 又來一下 那一段印象超深刻 所有動作就像慢動作 我還沒平復他們的親吻 他們又來第二下 我像被開一槍 還沒反應過來 又被開第二槍 我直接把眼睛閉了起來 閃屁喔 一個月後 我跟健保聊到 他們當時親兩下 真是親得我措手不及 呃 沒有 他們親了很多下 但你第二下就閉上眼睛了 所以沒看到 笑死 這位朋友的老公是澳洲人 他們也是不會在意外人眼光 做自己的人 我覺得他們很幸福 我打錯心底 他羡慕 最後一天 我把行李放在另一台旅辦的出途車上 旅辦沒發現 直接開去還了 我緊急攔截 又雷了 抱歉 欸你不好意思 好 倒數第二天 我們邊品嘗著美食 邊看著騎士們決鬥 詳情就請期待下個月的美食篇 模仿此刻的松鼠 模仿品質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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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還有那個 你這邊有睡飽嗎 睡飽嗎 睡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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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保跟大學生約會時 我跑去體驗了美國的各種遊戲 詳情也請期待之後的五花八門遊戲篇 好 真的 看不見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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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無知 好是志祺 我是許波